港里所看到是凤梨叶的华丽转身 也为循环经济做了最佳注解 但每天的十一住行当中 你有想过吗 你丢一件衣服可能比每一件还要贵 而就在快时尚的推波助澜之下 台湾告诉你了 一年一年会产生将近7.6万吨的旧衣服 不过现在受到疫情冲击之下 国际的货运的运费可以说不断地飙涨 前后最高整整是涨了有十倍之多 那么这让原本要卖到开发中国家的二手衣 或者是要运到印度再制废毛料 几乎严重卡关在国内 你想运都运不出去了 那么如果说那我拿去资源回收好了 而焚化炉的费用 每公顿也比先前翻涨了三倍以上 而这下让台湾的二手衣回收场面临空情困境 这该怎么办呢 但生命转弯处总是会有出口吗 我们就来看到是三位台湾博士 他看到了全球费议的问题 所以运用自己的专业 有机械环保跟资讯的背景 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他们研发出的是独步全球 那么旧一燃料棒的技术 在专业的名词当中 也要告诉大家叫SRF 它是固体再生燃料 让各界非常惊艳的是 旧一燃料棒不仅是可以发电 它的效能甚至比燃煤减碳有三成之多 这也成功把时尚灾难的二手衣变成再生循环的 新警局 好像我们这些都是要准备去梦加拉的 那孟佳岳可能要過兩個月 才有辦法出 那像我們這個透明的東西 這些精挑細選過的二手衣 原本都是要賣到 開發中國家的搶手貨 現在堆的快碰到天花板 因為以前的關係一些工廠 還是說一些船的一些問題 因為這個都是拿去當擦拭部 那這個目前都出不去 所以都要先把它蹲起來 吳老闆原本工廠裡 就有好幾座的廢衣小山 這一年多來 差點連走的地方都沒有 之前是滿了就走 那結果現在是 我們會多一倍的量 在我們的倉庫裡 新冠肺炎疫情超過一年了 二手衣回收廠 居然成了另類的受害者 海關很多地方都是停擺 就是因為有的貨櫃去到那邊都回不來 變成說他要去拉空櫃回來 就變成說他的成本會提高很多 我們出非洲的話 西非來講現在是要一萬塊 一個貨櫃兩三千 我本來一件衣服 譬如說他在那邊是賣10塊 他的本錢可能是7塊或6塊 他賣10塊 但是現在他的本錢已經要10塊了 或是12塊了 那他至少要賣15塊18塊 那問題是消費者 有那麼多餘的錢來買嗎 不只要重回二手衣市場的貨櫃出不去 就連要送到印度打成地毯的廢毛料 同樣也動彈不得 髒了破了不行了 我們是運費我們出 我們送去給他們 但是現在以前一個運費 差不多兩三百塊美金 一個貨櫃四十四的 現在已經漲到 去年漲到三千多 2019年全台灣的就醫回收量 已經突破7.6萬公噸 每年更以超過一成的比例增加當中 因為筷子上我很便宜 那個材質都不好 我可能會要穿個三次 洗個三次就變形了 但是相對的那個材質不好 到我們這邊也不能用 我們可能就要當廢料 濕的這個濕掉 這個不行啦 你丟進回收桶裡的舊衣服 八成以上都變成垃圾 百分之五十七掩埋處理 百分之二十五進焚化爐 不到一成進入二手衣市場 其他百分之十打碎 製成填充物回收載職 只有不到一成進入二手衣市場 重新作為商品 我們跟社福團體配合的 路邊的回收箱一直買 一直買 然後買了我們不拒收也不行 不拒收 環保局就一直打電話來 你們知道不行啊怎麼這樣 我說那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覺得我們這樣不OK 那乾脆你把我們的桶子都撤銷 雲林有業者 乾脆把衣服丟路邊 雙手一攤不管了 買衣服已經比丟衣服的成本 更便宜 除了運費水漲船高 焚化爐燃燒的成本 也從美工頓三四千塊 飆漲到破萬元都有 這一年多來回收廠被壓得喘不過氣 包括無機鎮在內三十多家的業者 找上環保署 要公家單位想想辦法 除此之外他們也得找門路自救 像我們這樣的衣服 大家小小 就是行動不均 我們會把它做成 大概一公分到三公分不等的一個碎片 然後到裡面 這條輸送袋 每天十六個小時不停運轉 因為從全台各地爆量的廢衣服 全都送到這兒來 經過我們粉碎之後的一個細碎片 裡面有一些金屬物質 像是拉鍊 扭扣這些金屬物質 都會把它拿出來 就怕金屬燃燒會上鍋爐 粉碎過的原料 接著進入攪拌桶混合均勻 就連粉塵也能夠蒐集起來 費衣服來到這裡 一丁點都不浪費 一件衣服它的利用率可以到多少 扣除掉金屬的扣子 大概利用率有99.5以上 我剛才經過攪拌桶混合均勻的東西 然後經過我們這個專利的一個成型設備 讓它變成一個光滑體 所以它們後面會有亮亮的外殼 讓它做成型的狀況 把成品撥開還能夠看到 衣服的碎片與棉絮 這裡每個月平均產出 100到200噸廢衣燃料棒 供給像是永鋒魚 陣容等職場 還有台塑大圓等氣墊共生大廠 大概一個月可以做到3300噸 一年大概將近4萬噸左右 我們以6MW來講 就是它每小時發電6MW 大概可以供給11250戶的家庭用電 就是一年之內它是不會缺電的 燒這些燃料棒比燒煤炭排碳量 還降低30%到40% 而且還能夠減少廢棄物 每一頓如果燒煤炭的話 比方說它的底沙有15%到17% 燒SRF它的底沙只有1%而已 一件衣服它多重 我們就能做出它多重的SRF 這家新創公司的成員 有人是學機械 有人學環保以及資訊背景 三位擁有博士學位 沒有人家裡做成衣產業 卻共同看到全球費衣的問題 遇上天使投資人羅文賢 投入1億的研發資金 花了6年開發獨步全球的 二手藝變燃料棒的技術 專業的講法叫做SRF 固體再生燃料 這讓廢衣處理的成本 不到送進焚化乳燃燒的四分之一 在運費飆漲的年代 更讓他們接單接到手軟 很多就業回收商 在今年過完年後也一直要求我們 你們一定要收我 不然的話我們倡庫真的都裝不下去 所以就變成這三十幾家的貨 幾乎都全部到我們廠裡面來 原物商它一直來料過來 那我們主要空間都不足 所以導致說我們需要 兩千倡庫的空間 來做這些舊衣服的存放 兩個倡庫大概是五千元 業者現在每個月 得多花七十萬元的租金 不過未來還可以將技術輸出各國 潛力無窮 但現行法規讓推廣卡了個大難題 有一個法規來綁住說 你只能夠混燒五趴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不合理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乾性能人員 它反而比煤炭好 那為什麼要限制五趴呢 現行試驗廢氣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 燃煤鍋爐混燒比例不能超過百分之五 也就是說煤炭得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大大限制了SRF的推廣 有沒有可能給我們10%或20%的這個比例 我覺得將來當然我們還是一直在跟這個工業局溝通 看好綠色能源是未來趨勢 推廣不必靠下游廠商 他們還打算砸下五到六億元 乾脆自己蓋電廠 最快後年第一季就能夠商轉發電 或許正能解決一部分費衣服衍生的環境問題 但素食成衣文化所付出的代價 恐怕更值得你我深思